今年9月,在南地的电影市场,有一波励志类的传记电影,叫做《败者为王》,而主角就是马来西亚出名羽毛球名将李宗伟。 很多中国体育迷都是因为他在对中国羽毛球名将名单的屡战屡伴,却又屡伴屡战中熟悉他的真正的英雄,并不是单枪匹马去拯救世界,而是在明知结果后,依旧不放弃努力,这或许就是很多人对李宗伟念念不忘的终极原因。 不过,昨天一条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,震惊了所有人,在脸书写道,一个让马来西亚震惊的消息,我们的羽毛球传奇拿独立宗伟被诊断为第三期鼻癌。 在15岁的年龄,突然呼吸系统出现问题,去台湾后一个专家,发现他有第三期鼻癌,我的天啊,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预测的,希望他能战胜病魔。 之后,不少媒体跟进报道,林达以及其他羽毛球名将,也纷纷送上祝福,由于马来西亚李协官方迟迟没有回应,因此各种猜测在短短时间内就已经发酵,再加上第三期鼻癌的严重性,进而李宗伟很可能退役的说法也不进而走。 或许是由于外界的猜测已经超出了预期,官方也不得不出来发声,马来西亚李协表示,李宗伟目前正在中国台湾治疗,治疗情况良好,目前正在休养中,我代表李宗伟及家人和朋友,感谢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的祈祷和关心。 你们的支持就是,是他的力量和勇气的源泉,希望每个人都能尊重李宗伟和他家人的隐私。 大马羽总和李宗伟一直保持联系,我们将为这位羽毛球刹齐提供任何支持。 此后,李宗伟的官方推特,就转发了大马羽血的声明,并且表示,请大家注意这是马来西亚羽总的攻防声明,我们希望所有的独独李宗伟的球迷, 都可以尊重他和他家人的隐私,帮助他好好休息,而针对会不会退役。 官方也给出了说明,因为治疗情况非常良好,因此如果没有意外,本月底李宗伟就会回到马来西亚,预计今年11月恢复训练。 林丹和李宗伟这一对老对手之间仍活跃在赛场上,虽然状态都有笑话的迹象,但是依旧没有放弃。 在今年在7月初结束的马来西亚公开在决赛上,李宗伟与世界南大最优秀的选手陶田贤斗打到了加分阶段,最终23比21获得胜利。 这一幕打动了很多人,不过在那个时候,李宗伟就已经查出患有鼻动啊,他也提前来到台北,找到了相关专科特厂病医院,并在附近常租下了一套房子。 举家搬到这里,用来康复疗养,而倒是出于保护李宗伟隐私的目的。 马来西亚郁协对外宣称李宗伟,是因为呼吸的疾病,才要前往台北市住院治疗的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李宗伟回到赛场上只是时间问题。 这位36岁的老将依旧对羽毛球,有着超越了生命的热爱,就像他的自传电影所传递的李宗伟一样,只要永不延弃,人生处处奇迹。